我的朋友最近分享了他的一段心路历程 说到他几天前与妈妈视讯 妈妈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问我的朋友要先听哪一个 我的朋友当然是先选择听坏消息 结果母亲告诉他 坏消息是自己的癌症复发了 跑到了肺部 而好消息是自己的癌症复发了 但是他申请到了标靶药物 省下了部分的医疗费 我的朋友不太记得后面妈妈还讲了些什么 这对话又是怎么结束的 只记得关掉视讯的时候 当他抬头看见自己先生的那一刻 看见先生眼里的担忧 然后我朋友就开始哭了 这个时候呢 他的两个还在念小学的孩子也在旁边 过去我的朋友一直避免在孩子面前落眼泪 因为认为母亲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 哭泣会让孩子慌乱 于是这时候呢 他马上拿了张卫生纸遮住脸 不想让孩子们看见他的崩溃 但是孩子们当然还是知道妈妈哭了 不停地问妈妈怎么了 这时候爸爸对他们说 外婆生病了 妈妈很担心 而我朋友的大儿子就轻轻走到他身边 握住妈妈的手肘 一遍一遍地说 妈妈我爱你 我爱你啊 弟弟没有说话 也是很快地走过来 用他肥肥软软的小手 轻轻地拍着我朋友的背 如同平时 我朋友在他哭的时候安慰他那样 孩子们正在用他们自己 最熟知的安慰方式 竭尽所能地安慰妈妈 此时我的朋友 忍不住失声痛哭了 其实他当下是多么地害怕 自己的妈妈不见了 害怕哪一天 必须跟孩子们解释 为什么你们的外婆不见了 但他没有想过 在害怕的时候 孩子们清楚表达出 妈妈我们爱你 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安慰和稳定 而面对前面的困难 他又重新找回了盼望 我的朋友无比感谢 孩子们及时又单纯的爱 在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十三节 使徒保罗说过 在这世上最大的 是爱 原来就是孩子那 看似微小的爱 也有莫大的能力